虽然,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,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,但这并不意味着,中国工业就非常强大,没有任何弱点。 其实中国的工业是大而不强,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已,在关键领域中,中国依然在被外国卡脖子。 众所周知,现在工业最重要的一样,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稀缺材料,这些材料的提炼,对技术要求非常高,我们现在大部分靠进口,根本无力自主生产。 一、中国在材料领域受挫,这种表面强大,实际上却依然外国的现象,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的性病。 我们虽然生产着全球50%的钢铁,60%的水泥,和25%的汽车等等,但是我们却在高端技术材料上,被外国束缚住了手脚。 中国新型能源汽车的先放锂电池,是美国、日本和韩国提供的,中国国产大飞机,需要的航空钢材,是美国提供的。 中国平板显示器需要的真空钢杜机,是日本提供的。 在这些关键技术上,我们被外国卡着脖子,他们只凭技术,就拿走了我们很大块利益。 这种现象简直让人气愤。 二、中国对人才的需求,中国为什么研制不出来关键的特殊材料? 难道是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吗? 据悉,在全球顶尖的一百位材料学家中,就有十五位华人科学家上榜。 而且该榜单上的前六名,全部都是华人。 这足以说明,中国不缺人才。 那为什么中国还是制造不出这些关键材料? 主要原因还是,这些榜单上的科学家,基本上都选择留在了美国。 所以中国在材料领域还会如此被动。 三、吸引人才是关键。 虽然中国现在大力引进国外科学家,吸引外国高端人才。 但是有些关键人才,却不是这么还吸引的。 毕竟中国科学家的待遇,普遍没有美国的高。 所以在吸引国外人才这一块,中国还是要努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